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先说明明镜难 就是总答别答 总答里面说完之后 别答有明镜难 理三读满二求 现在是讲第一段 月口月及明镜 明镜难 清难第一是火难 第二水难 第三罗山难 上次就是讲到罗山难 现在接下去第四是讲刀杖难 这个世间的灾难是有很多种的 这只是举出比较常见的几种灾难 火 水 罗山里面寄风难 水火风三灾 大小三灾 这是世间最普遍的灾难 那么除掉这三灾之外 第四是讲的刀杖难 第四是讲的刀杖难 如果有人遭到严重的生命危险 有人要拿刀来杀害他 很危急的时候 您当被害 您将要被对方伤害了 也就是这个刀加一身 将将要被害 生命很严重的危险 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人如果晓得称念观世莫萨圣号 称观世莫萨明哲 还是不忘一心呢 总大里面的那个一心称念是最重要的 那个一心就是脱难的根本缘由 假如这个时候 不管他什么样的灾难 就是刀夹在身上 还是不畏不惧 专于其心 称念观世莫萨的圣号 那么观世莫萨不管是出生念 或者是心理默念 功德都是一样 同样能得到感应 如果在这么危急的时候 能称念观世莫萨的圣号 笔 就是指对方 要伤害人的 拿刀的这个人 所知 刀杖 手里拿的刀 或者是杖 杖是木棒之类的 不管是刀是杖 各种的凶器 伤害人的东西工具 他夹在这个人的身上的时候 行断断坏 行是随时了 刀砍下去 刀就断了 杖打下去 木棒也断了 不管你用什么东西来加害他 都会坏掉 不会伤害到这个人的身体 由此就得到写托 而得写托 因为既然是刀杖打下去 砍下去 伤不了他的生命 当然由此就可以得到写托了 这个文字前显容易明白 这是所谓约四识 于四项上顺文字解释 第二 引四证 引出这个四识证明来 要引四证之前 比对前面的活于谁 活于谁 这两种灾难 先把它比较一下 这里刀杖就是说 第一把刀拿来砍下去 断掉了 他再拿第二把刀来砍下去 照样断了 无论你拿多少刀来砍它 照样是砍不下去 都会断掉 不会伤害到它 那么就是说 刀有重来的可能 甚至三次 五次重来的可能 那么 活与水 是不是有重来的可能啊 活 可能有 活有重来 水 比较少了 比如说碰到大水灾嘛 只有一次吧 这次水灾过去了 应当不会接受 马上就跟就来 虽然可能有啊 但是这种的可能性比较少了 那么 刀杖随时哪来 随时都断 火 水 如果重复再来 是不是能够同样得到免难呢? 相同的 活难 水难 如果有重来 照样得免难 不过这个 机会比较少就是呢 例如 古代的这个竹长树 那么前面说过的 那么真正遭到火灾的时候啊 它的房屋不会被烧 可是有人怀疑 这么奇怪 难道它的草房子就不怕火吗? 半夜啊 从它的房子里啊 偷偷地放一把火 照样烧不起来 这就是可以知道 火是有重来的 随时没有这个经验 万一有 照样可以免难 不过 刀是随时可以来 所以要说明 寻断断坏 你再来 再断 再坏 无论如何 多少刀来伤害它 照样不会遭到伤害 由此得到协脱 那么至于这个 事实的实际情况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 明朝末 明朝 就是清朝再往前的这个明朝 明朝末就是由这个张献忠的灾难了 张献忠啊 杀人如麻 这个张献忠是最可怕的 那么他跟这个李志成 两个人把这个明朝的天下搞得大乱 而且丢掉天下 变成清朝 都是由李志成与张献忠 这个张献忠的杀人啊 没有道理的乱杀了 看到人就杀 所以他有七杀师 那么他没有什么理由杀人呢 他就随便说过理由了 他说天生万物一养人 人无半点报天心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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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他说天生万物的养育你们这些人 人嘛 没有半点报天之心 那么你们这些都盖杀 所以是连七个杀子 就是七杀师 有名的 张献忠他杀人呢 不辨言 他以杀人为乐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故事啊 那个时候有个青年呢 河南人 河南 河南有个青年呢 他姓张 这个姓张的青年啊 正好碰到张献忠 被抓 抓去啊 当然也被杀了 很奇怪的 这个张献忠的一刀砍下去啊 断了 刀断了 张献忠觉得很奇怪 我的刀是最利的 杀了不晓得多少人 为什么碰到这个青年 他的脖子难上 难道他绑上贴吗 有贴皮吗 为什么砍不下去啊 一把刀断了 再拿一把来 重新再拿更好的刀来 砍下去 照样断了 连这么几次都断了 他就问这个青年呢 这姓张的 他说你有什么法术啊 我的刀为什么砍你的脑袋 就砍不下去 不但你的皮肤都没伤害啊 我的刀都断了 难道你的脖子是贴的吗 他说没有 我一样是肉身的凡夫 一样的 那为什么有这种功力呢 你有什么功夫呀 他说我也没有功夫 我只是学佛呀 平常会念观世音菩萨 那么你既然要上午啊 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只有专心念观世音菩萨 哦 原来如此啊 你是个好人 因此就放他了 就不杀了 既然捡到这一条命啊 他跑去出家了 这个命是捡来的 如果不是这个刀砍下去 不但不会把他的脑袋搬架 而且还捡到生命 那么非常的感谢菩萨的父子保佑 因此跑去出家 那么出家之后 他的法名啊 叫做行仁 修行的行啊 仁慈的人 嗯 那么从此之后 他一生专修这个大悲法门 就是念观世音菩萨 他会念观世音菩萨 有个原因 他在年 他是小孩子的时候啊 在读书 在白鹿洞读书 他在读书的时候啊 碰到一个 呃 一个义人 呃 就是个出家人 很有修行的出家人啊 他碰到他呀 他见面的时候 这个出家人就告诉这个姓张的青年啊 呃 他说你呀 不久会有大灾难 有生命危险 呃 他说那我怎么办呢 他说只有一个办法 观世音菩萨才能救你 你好好的 识念观世音菩萨吧 否则恐怕这个灾难免了 那么从此之后 他呃 整天整夜都在念观世音菩萨 呃 那么因此碰到张献忠的时候啊 才能刀断断坏 呃 得到这个实际的证验 那么后来出家就叫做行人法师 呃 这是明朝末的实际故事 呃 还有一只 大家所知道的 永明元寿禅师 永明元寿禅师 他是五代之末 啊 宋朝之初 啊 是前沐王 就是 这个五月王 前沐王的时候啊 他 呃 做这个地方上的一个税务官 税务官 好像这 现在的税捐出这类的啊 啊 做税务官 那么税务官 他也管钱啦 有很多钱啦 呃 他学佛 他最喜欢做的啊 就是放生 放生 那个时候放生很方便了啊 啊 那么 有鱼嘛 买鱼就可以拿到西湖去放生啊 他是杭州人 啊 所以他经常啊 看到动物可以买的 他就买下来放生 那么他自己的钱买光了 没有钱啦 没有钱 可是他看到动物啊 他就想买 呃 那么 因为这个动物如果不买下来的话 他就 有生命危险 啊 会被人监竹 吃掉 呃 那么因此 他自己的钱用掉了 就是用国家的钱了 用工库了 开工库 他没有办法嘛 为了要救这些生命啊 他也忘掉 自己这个 违法的事情 将来会找 找到麻烦啊 他也不管了 呃 那么就把这个工家的钱呢 税务里面 所收的钱呢 也拿去买物放生 呃 借过上风来查账的时候 发现 亏空很多 呃 那问 就问这个 他在家是姓王啦 呃 您把钱拿到哪里去啊 也不是我自己用掉啊 那你不用掉 你钱哪里去啊 他说我放生啊 我拿去放生 哈 这不行啊 放生怎么可以啊 这国家的钱你拿去放生啊 嗯 当然抓去啊 后来就判死刑啊 用工库的钱 判死刑 嗯 判死刑到了这个 呃 呃 要斩的时候 古代都是砍头砍头的啦 嗯 嗯 呃 他心里想 我一条命 换来很多众生的生命啊 也是 这个代价是够的 够的啊 他心里 心安理得 无所谓啊 啊 这个 誓死如归啊 学佛嘛 懂得佛法 誓死如归 无所谓啊 反正我 救众生的生命 我放生 放了很多很多 现在有这个机会啊 诶 我总然是丢掉我一条生命 值得的啊 啊 那么他呃 也呃 不由不愁 呃 很乐观的 在这个呃 寻常啊 将要斩的时候 呃 那么 就问他 你有什么交代啊 我什么都没有 呃 呃 那你呃 就他不是 呃 很很冤枉吗 不是自己用钱 结果也把生命丢掉了 呃 他说这个没关系 这个价值够了 因为我救了很多生命啊 我一条命换很多命 就够了啊 呃 我很愿意的啊 无所谓 那么意思这个 筷子手啊 拿着刀 往脖子 一刀就砍下去 这个刀就断了 断成两个 呃 诶 奇怪啊 他的脖子斩不断了 哈哈 那么再拿第二把刀来 砍下去 照样是断了 再拿第三把刀来 也是断了 断了三把刀 诶 奇怪啊 反正他的脖子就砍不下去 呃 这个刀伤害不了他 因此 既然斩不下去嘛 就把这个事实啊 申报到上风 呃 呃 这个人呃 用三把刀砍都断了 呃 那么没有办法杀他 这怎么办呢 呃 呃 那么因此皇上 这个当时是五月王啊 呃 就把他 呃 这个 查问了 他说你呃 有什么功夫啊 他说我没有啊 我是放生 呃 那么因为用了公家的钱 钱不是我自己用 我是哪去放生的啊 呃 既然是放了很多生命啊 我一条命 我愿意舍啦 呃 可是他斩不下去 他的力量不够 不是我不肯让他斩 那么五月王 听到这么一回事 五月王也信佛啊呀 呃 那么就 呃 放他回去了 他说你没有罪了 既然是 刀砍不下去啊 那就是菩萨的感应了 呃 你没有罪 就是放他 不但是放他了 还回复他原来的官位了 那你再做官吧 他说我不做官了 这条命捡到了 我还做官啊 我不能再第二次再来了 呃 那么因此他就丢官了 不要做官 呃 舍掉他的官位 跑去出家了 呃 后来就成为 呃 永明元寿禅师 他是亲近这个 呃 天台国造禅师啊 呃 就是法养中的第三代 呃 那么 呃 由这两个故事 可以知道 呃 呃 由这个事实证明 呃 假如真正遭到 严重灾难的时候 呃 神殿观世音菩萨 是由这个事实证明 可以得到 呃 呃 免难的 呃 这是刀杖难的 试证 刀杖难的试证 刀杖难的试证很多了 呃 呃 感应录里面 现在记载很多 现在只是 举出这两条来做参考 呃 当然不能试验了 哦 不能试验了 看谁的脖子试试看 那是不行的 呃 这个不能开玩笑 呃 在智德大师的观音艺书里面啊 他把这个刀杖难的刀杖啊 用焦慢来比 焦慢 供高我慢的慢 这个慢啊 是根本烦恼之一 贪嗔痴慢疑 慢就是我慢 呃 这个慢心是贪嗔痴之后就是慢 呃 六种根本烦恼 慢心 也是根本烦恼 贪嗔痴慢疑 呃 不正见 贪嗔痴慢疑五种是五顿石 呃 智德大师在观音艺书里面 他的观思就是拿这个焦慢来比刀 比刀呃 呃 焦慢如刀啊 这个慢心如刀呃 呃 因为这个我我慢的那种的气氛呢 很像刀 很像刀 呃 所以我慢三高法水不柔 呃 假如你有这个供高我慢的心 你看这个傲慢的人啊 呃 他走路啊 他的肩膀都会好像呃 呃 有大风在吹一样啊 呃 摇摇摆摆的呃 呃 看起来呃 这个很满有势力的样子 呃 看起来很可怕 呃 所以这个傲慢的心情啊 跟刀差不多的 呃 呃 有七种慢 呃 就是慢 过慢 慢过慢 慢过慢 也叫做过过慢 呃 第四的我慢 第五正上慢 第六 逼劣慢 呃 自干逼劣的逼劣慢 第七邪慢 呃 按照吴医师说这个慢有这七种 第一个慢啊 是很普通的傲慢心 人人都有的呃 呃 就是一列寄己胜 人家不如我 我就瞧不起他 凡是普通一般的凡夫 无论任何人都会有这种心念呃 呃 这就是很普通的慢心 看到别人不如我 那我就瞧不起他呃 一列寄己胜 人家列不如我 那我胜过他 那么因此我就傲慢心生起来了 这个只有一个慢字 叫做慢 第二的过慢啊 比普通的慢心 超过一份了 更严重了 呃 什么叫做过慢呢 一等寄己胜 呃 跟我们差不多的 彼此差不多 彼此彼此的 呃 彼此差不多的能力 他硬是说我比你好 呃 我赢过你 我比你强 你不如我 彼此一样是六年 读书六年 读书六年毕业 啊 他一定要说我比你强 啊 一样是高中毕业 他说我要比你强 我 你不如我 啊 一样是平 这个平头的 这个能力 可是他偏偏偏要认为 我比你强 呃 不空一切 啊 眼睛长在头顶上 哦 那就比较严重了 第三 更严重了 慢过慢 慢过慢呢 一圣计几圣 人家实际上比我好 圣过我多多 可是我硬是说 那算什么呀 我还比他好呢 我比他强多了 呃 你们是不懂啊 他哪有我厉害啊 我比他厉害 呃 我无论是哪一方面来比较 我都比他比他胜 呃 一胜计几胜 这个叫做慢过慢 呃 也叫做过过慢 是慢上加慢 慢过慢 这个最严重的 这种的慢心啊 往往由这一年慢心 最后伤害到自己生命 世间上这种情况是很多的 第四我慢 有我就有慢 我知啊 有我就有慢 所以第七 莫拿是 呃 我吃我见 我慢我爱 呃 他这个四种根本烦恼 呃 他执着 有我 呃 例如说 这个身体是我的 这个东西是我的 呃 这个我见 我执 我执 直当体就有慢 有我就有慢 呃 所以叫做我慢 呃 那么这个我慢 必定要破除我执啊 才能消灭掉 呃 所以我们凡夫除掉 上面三种慢 有一种之外啊 有这个身体 必定就有慢心 呃 所以叫做我慢 第五的毕略慢 呃 第五的正上慢 正上慢 正上是正上法 以正上之法起慢 叫做正上慢 呃 例如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种无文比丘啊 他对教理不懂 他只会打坐修定 呃 可是他定功修成了 得到第四禅 呃 世界第四禅的禅 他得到第四禅呢 他因为教相 教理不懂啊 他把第四禅当做 第四国 俄罗汉 把四禅当四国 呃 那么四禅呢 连三界都还没有 呃 烦恼都没有动 呃 就是见货也没有动 呃 那么因此他把第四禅当做 第四国 这错的很大 呃 呃 呃 这个 第四俄罗汉国 就是叫做正上之法呢 以俄罗汉国的正上法 把四禅当四国 而生起慢心 呃 我我得到俄罗汉了 呃 呃 因为他得到第四禅啊 呃 贪嗔痴的烦恼啊 种子辅助不起现行 有禅定功夫啊 能够把贪嗔痴的种子 压附住不生起现行 既然贪嗔痴种子不起现行啊 他自己觉得心地蛮清净的 他以为啊 呃 我就正欧罗汉国了 呃 这个境界跟欧罗汉没有两样啊 他就以为自己正到欧罗汉国 就未得未得 还没有得到的 以为已经得到了 未正未正 还没有正到的欧罗汉国 他以为已经正到了 可是他一到外边去啊 碰到各种境界啊 贪嗔痴又生起来了 这个时候他就 呃 这个毁谤了 哎 佛说法 说欧罗汉没有烦恼 这不对啊 我正欧罗汉国 为什么有烦恼啊 由此就正去棒 棒法之心啊 那就会堕落 问题就更严重了 啊 所以以正上法 起慢 那就是因为不懂教理 就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 学佛呀 必定要先懂得教理 盲修瞎恋了 有危险啊 那么这个无文比丘不懂的佛法 以正上法起慢 啊 那么 就叫做正上慢 啊 这个正上慢 在其他的 呃 尤其在戒律里面经常会提到的 啊 也曾说过的啊 这是第五 第六的逼劣嘛 自干逼劣啊 啊 我不如人家 我就 就不如吧 没有什么 没什么了不起啊 啊 那么就是把自己啊 看得很低 啊 自干逼劣啊 啊 那么也不敢 啊 希望望上 啊 我从前住在石头山了 石头山 山上有一个 呃 老人啊 老阿伯啊 哦 老太婆 他很发心 每天都扫路啊 从山顶上的这个石集 一集一集 一直扫 扫到山顶下 哦 这个天天扫这个路 很吃力很辛苦的 他天天在扫 啊 他也不厌其烦 也不会觉得辛苦 天天就在扫路 啊 扫得很干净 那么大家啊 对他都很赞叹 有一天啊 有个居士来了 学佛的居士 他懂的佛法啊 那么 往上爬 爬山的时候 看到这个 呃 呃 老太婆在扫路 扫得很干净了 他就赞叹他了 啊 啊 这位老菩萨 你这么发心啊 哦 把路扫得那么干净了 哦 你这么用功修行啊 将来你就一定成佛了 赞叹他 他将来一定成佛 你哈拜一听会神佛了啊 哦 赞叹他将来成佛 这个扫路的老太婆一听到就 他将来会成佛 他吓了一跳 啊 成佛我怎么敢想啊 我又不敢想成佛 我这么愚痴 我什么都不懂 我那怎么能成佛呀 这个居士又吓了一跳 哎 那你修行不想成佛 你要做什么呢 啊 啊 那你扫路啊 修行啊 你在山上修行 那你不想成佛 你想要做什么呢 他就说了 他说我啊 最顶多啊 将来啊 敢会做爪地了 敢会做烧头咖了 我只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怎么敢想成佛 他不敢想成佛 成什么 成佛奴 成佛的努力啊 替佛抓爪 啊 监察 替佛扫地 啊 这个呢 就是一听 觉得很奇怪啊 就笑了 他说你这样子想啊 将来你会失业啊 哎 他怎么会失业啊 我告诉你 极乐世界哈 佛也不用不用你抓爪啊 极乐世界七宝十八宫的时候 经常常满 他的水也不用抓啊 也不用尖的 那你到那边也没有没有地好抓了 哦 不能抓地了 扫地嘛 基督世界 回风吹动啊 经常干净啊 吹得干干净净的 也不能扫地了 你后面去极乐世界 吵手也没有 不然你扫地去 那你到基督世界 那么也不能替佛做监察 也不能扫地 那你不将来就死业吗 哈哈 那你如果是不敢想成佛 你修行不敢想成佛 只想替佛做爪 扫头咖 那你将来只做 想要做佛奴 佛没有奴的 佛很平等 人人成佛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有佛性都能成佛 难道你又到基督世界替佛 扫地吗 那边的地不用扫 爪得嘛 那边的地不用抓 哦 结果你到基督世界 你就失业 失业怎么办呢 那再回到娑婆世界来 这边有地好扫啊 你来扑门讲他扫地好了 哦 好 好 好